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有一部分婆婆她们作为母亲 为了自己的儿子可以付出所有 但是我自己怎么样都可以 但儿子一定要有出息 要培养好 如果让母亲来选择自己和儿子的生死 绝大部分母亲都会选择让儿子生存下来 可就是这样的母亲 在辛苦把儿子培养出来 儿子又出息了 她又和见不得儿子好一样 去干涉儿子的生活 把儿子的小家庭弄得鸡飞狗跳 甚至不惜拆散儿子的婚姻 你们问这些母亲为什么会这样 他们基本上会说 我养大儿子 让他孝顺我 对我好是应该的 儿女孝顺父母天经地义 但这个孝顺的标准 估计每一个人心中都不一样吧 有些觉得只要儿女幸福 经常回来看看自己 老了走不动能照顾一下自己 也就算幸福了 但有一部分父母就觉得我付出了所有 抚养你长大 你就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愿生活 按照我的标准 对我好 一旦你做不到 就是不孝顺 这样的父母其实是自私自利的 只考虑到了自己 却从来没有意识到 这种等价的回报对儿女的伤害有多大 张倩就遇上了这样的婆婆 并且在不得不同一个屋檐的生活中 渐渐磨灭了夫妻感情 婚姻岌岌可危 张倩和丈夫是大学同学 两人大学恋情 感情不错 毕业后就结婚了 婚后一直住在城里 婚房是张倩娘家准备的 算是嫁妆 当初张倩父母不同意两人结婚 准女婿家境普通是一个原因 主要是因为张倩婆婆年轻手寡 为人强势 脾气还很怪 为人父母自然不愿意 女儿嫁入这样的婆家 担心受委屈 但张倩觉得父母小提大作 说婆婆性格强势是对外人 是被逼无奈 年纪轻轻就守寡 要是不强势一点 早就被人欺负死了 至于脾气快 那有什么关系 以后又不是和婆婆过一辈子 张倩父母拗不过自己孩子 最后同意两人结婚 但坚持买了一套婚房 执行女儿一个人的名字 其实张倩心里也不是不认可父母的担忧 只不过小两口感情好 他不愿意为了婆婆的原因分手 他想着 不好相处就少来往 该给的钱给了 该照顾的时候 让自己丈夫这个儿子顶上 一般来说应该也没啥问题 婚后张倩很少跟着丈夫回去看婆婆 反正每次回去 婆婆也都是没啥好脸色 婆婆不喜欢自己 张倩也知道原因 婚前是因为张倩一家有钱 到时候欺负自己儿子 搞得和上门女婿一样 然后就是城里头姑娘矫情 婚后儿子要吃苦 要受委屈 但结婚后对张倩不满 是因为张倩死活不同意 丈夫提出让婆婆搬过来一起住 婆婆在村里早就吹了牛 儿子在城里有了大房子 他却迟迟没能搬去城里 乡礼乡寝自然要问 婆婆觉得丢了面子 张倩丈夫对张倩的不满 可能就是从这件事情开始的吧 他每次提出要接自己妈妈来城里住 都被张倩拒绝 至于理由永远只有一个 而且很管用 张倩说 这房子是我娘家给我买的 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 我说了算 当初我爸妈给我全款买这套房子 就是为了不出现婆媳同个屋檐下 产生矛盾 影响夫妻感情 所以我不会同意婆婆过来的 这件事情让张倩婆婆觉得张倩很不孝顺 连带着也带坏了自己儿子 自己就这么一个儿子 千辛万苦 抚养长大 以前都说好了 以后结婚了会带着妈妈一起生活 结果现在娶了一个城里姑娘 就忘了娘 你啊 这个白脸狼 你赶紧想办法接我来城里住 张倩婆婆一天一通电话给儿子 机会很快就来了 张倩怀孕后期 娘家父母的公司出现了大问题 经济很紧张 乌漏偏逢连夜雨 张倩妈妈身体又不好 直接住院了 于是张倩快生产的时候 丈夫提出让婆婆过来伺候月子 照顾孩子 丈夫说 咱妈有经验 又是一家人 总比你花钱请个外人要好 再说了 这点钱还不如花在刀刃上 张倩思来想去同意了 她以为的这个刀刃是指花在孩子身上 再不计也是去医院 看丈母娘买点礼物 结果婆婆来了之后 她才意识到 自己丈夫所谓的刀刃 是指给婆婆逛街买衣服 婆婆是在张倩生产当天过来的 张倩同意后 婆婆摆起了架子 让儿子三催四寝才同意过来 张倩虽然对婆婆没啥好感 但对于婆婆这次能过来 伺候自己坐月子 帮忙照顾孩子 她是充满感激的 但她没想到 婆婆过来伺候月子是假 想轻浮才是真 在医院因为有护工 张倩也没有多少感觉 但三天之后回家 她就意识到不对劲了 婆婆不做饭 也不做家务 高兴了就看看孙子 就仅仅是字面意思 看一看 逗逗孩子 至于什么泡奶粉 换尿不湿之类的 她是一点都不会做的 婆婆认为 这是儿媳妇自己的儿子 就应该儿媳来做 再说了 自己是长辈 苦了一辈子了 应该享福 怎么还能如此辛苦 伺候人 脏活累活 就应该儿媳妇干 张倩一和丈夫抱怨 就会遭到丈夫的指责 说她不孝顺 婆婆来了之后 借口孩子太吵 影响儿子睡眠 直接就让儿子搬出了卧室 去睡了客房 张倩忙到脚不粘地 母子俩倒是闲话家常 婆婆总是各种夸儿子 说自己一辈子值了 辛苦养大儿子 儿子孝顺听话 托儿子的福 现在城里大房子住着 每天逛逛街 散散步 真幸福 张倩丈夫被母亲 天天这么夸赞 飘飘然乐 也觉得母亲没有错 她忘记了 自己妻子可不是 婆婆抚养长大的 这个孩子 也不是妻子一个人的 张倩婆婆这个行为 张倩真的熬不住 她不再顾及面子 不再忍耐 开始使唤婆婆做事情 以换得自己喘气休息的时间 面对儿媳妇的反击 婆婆坐不住了 委委屈屈地和儿子诉苦说 儿啊 我本来以为养你长大 现在你有出息了 我就能享清福了 结果你媳妇让我做一堆甲午 我一把年纪了 经不起折腾啊 当初你接我来城里 说好是给我养老 让我想清福的 可现在我觉得 我是来当保姆的 一番话让这个儿子 心疼不已 自己母亲被欺负了 这可怎么得了 自己肯定要给母亲出口气 于是她跑去指责张倩说 我妈来城里是想清福的 不是给你当保姆的 你能不能不要 总使唤我妈做事情 她一把年纪了 你怎么好意思啊 张倩一听气笑地说 你妈妈想抢清福没问题 你靠自己 你带着婆婆搬出去 你想怎么孝顺她都没问题 现在让我一个产妇 照顾你们俩 你好意思说出这些话 张倩气狠了 提了离婚 她丈夫清醒了一点 张倩苦口薄心和丈夫 说了很多 最后她也不清楚 丈夫是真的听进去了 还是单纯担心离婚 只不过没过几天 婆婆被送回了老家 然后家里请了保姆 张倩知道 婆家自己近几年 是回不去了 她不用想都知道 自己会被婆婆说成哪样 这个结局看上去 是完美的结局 但我们清楚 有些观念是刻在骨子里的 张倩丈夫如此于笑 这次的妥协未尝试真的理解了妻子的难处 她可能是仅仅不想离婚 等过一段时间 等妻子气消了 或者说等自己再强大一点 她的母亲 她还是会搬起来一起住的 毕竟在她的观念里 孝顺就是和父母同个屋檐下 孝顺就是父母有能力 也不用搭把手 只能是儿媳妇一力承担 也不知道这个婆婆是怎么想的 辛苦养大了儿子 确实应该想想轻浮 但儿子每月给生活费 时不时来看望你 自己身子骨也算硬朗 儿媳妇也没硬要求 你做些什么 照顾这样的日子已经很不错 不愿意帮着儿媳没问题 但怎么还能让刚生下孩子的儿媳妇照顾呢 她也没有同理心的 要是不转变观念 继续这么折腾下去 儿子的这段好姻缘 迟早要被折腾散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